2015年 在综艺康熙来了的舞台上 分手已经15年之久的小S 和黄子角上演了一场世纪大和解 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从曾经的恋人到后来的仇人 再到最终选择和解 小S用了15年的时间 才抚平了黄子角所带给他的伤害 那么相恋时 黄子角究竟做什么了 会让小S恨他那么长的时间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小S与黄子角的爱恨情仇 15岁就与姐姐大S组合出道 小S不仅是年少成名 而且唱歌演戏都很在行 1996年 刚满18岁的小S开始转型当主持人 在一次工作中 他认识了同为主持人的黄子角 通过与黄子角的接触 小S觉得这个男生虽然相貌平平 但是很有才华 对待其他人也很有礼貌 于是性格本来就直爽的小S 主动对黄子角展开了追求 虽然比小S要大整整六岁 但当时的黄子角也正值年少 十分期待能有一场轰轰烈烈烈的爱情 所以看着小S这么喜欢自己 黄子角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追求 两个人正式开始交往 那个时候的小S又多爱黄子角 从他对这段感情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刚开始恋爱时 小S就大方向媒体宣布了这段恋情 他还特意强调 是自己主动追求的黄子角 小S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自己和黄子角是恋人关系 当然那时候的黄子角 对小S也是很照顾 有时候小S在国外工作 黄子角就奔波于两个国家 只为能见上小S一面 他也会经常偷偷地买一些小S喜欢的礼物 给小S制造惊喜 情头初开的小S面对这样温柔体贴的黄子角 更是深陷这段感情当中无法自拔 然而当大家以为黄子角与小S会这样一直甜蜜下去时 他们却在相爱后的第四年宣布分手了 分手的直接原因是 黄子角喜欢上了小S的闺蜜曾宝宜 2000年 黄子角与曾宝宜因合作超级星期天擦出了火花 当时就传闻 称黄子角喜欢上了曾宝宜 两人平时在工作中举止暧昧 起初听到这些传言时 小S还不太相信 他直接跑去当面质问自己的好朋友曾宝宜 当时曾宝宜流着泪对小S发誓 表示自己真的没有和黄子角交往 但让小S没有料到的是 后来的黄子角主动向他提出了分手 分手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他爱上了曾宝宜 相恋四年的男友喜欢上了自己的好朋友 这样的事情放在谁的身上都不会好受 所以分手后的小S在节目中提及此事 总是会泪流满面 而通过小S在节目中的哭诉 大家也都知道了 黄子角和小S分手的真正原因 一时间黄子角被贴上了渣男的标签 形象大跌 曾宝宜也被称为是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 受到此事的影响 分手后的黄子角人气大不如以前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了工作 反观小S倒是在分手后成功逆袭 他摘下了牙套跟着大S学习美容保养 整个人的气质外貌都改变了很多 2005年 小S还夺得了金钟奖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奠定了他在主持界的地位 只是在分手后的很多年里 小S都不愿意再提及黄子角和曾宝宜两人 很多人都以为小S与黄子角是不会和解了 事业上有了成绩后 小S也终于遇到了对的人 和徐亚军进入了婚姻 后来还剩下了三个女儿 家庭幸福美满 或许是因为收获了幸福 小S也逐渐放下了对黄子角的怨恨 2015年 小S和黄子角终于在康熙来了同台并握手言和 同一年 小S、桑宝仪以及黄子角三人 在金钟奖的典礼上首都同台 三个人不仅一起合照 还当众表示他们现在都过得很好 以前的事就不必再提了 这段将近二十年的爱恨情仇 终于算是画上了句号 经过岁月的洗礼后 有些恩怨就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最后小S能够收获到幸福 才是最好的结局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认真对待每一段感情 千万不要建议思迁 因为这样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益处 1996年 小S开始和黄子角交往 那一年小S18岁 黄子角24岁 他们交往的时候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放闪 小S大象刺青也是当时闻的 而在他生日的时候 黄子角更是在手臂上闻了个S的刺青 黄子角在于小S 19岁那一年 更是预言家发言说 他会在27岁结婚 而他真的就是27岁结婚 虽然新郎不是他 27岁左右才会嫁人 所以说20岁到27岁这个空白期间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 后来SOS去日本发展 黄子角去探班 一日来回只为了见小S一面 到东京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他在车站的自动贩卖机买了花给小S 但小S也是从1996年开始主持 我猜开始的时候节目还不是很火 中途几度S姐妹打算请辞 都是黄子角拦下来的 他觉得他们很棒 所以一直鼓励小S要坚持下去 在钱的方面 黄子角对小S也很大方 包括请小S全家去旅游 后面他去英国游学他又出钱 交往的第四年2000年中期 黄子角和曾宝一合作主持节目 晚安各位观众 9月份大小S和范小轩去英国游学 10月8号黄子角打电话提出分手 10月25号跟媒体公布消息分开了 我还是很祝福你 希望因为我们还是当好朋友 我不管 别跟我阿宝教我 我真的不介意 而且我也很祝福你 当时除了宇博在直播对面台 陶经营娱乐新闻也在直播 两个人在两台对哭 两个对台在哭的时候 百分百的收视率奇高无比 所以根本不会有人记得 我们那里的画面 爱真的给你这样一讲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没有至于分手的原因 黄子角说是不能说 而是不用说 不用拷问这么多 小S说接到黄子角的电话 对方说双方朋友不同 距离越来越远 两个都很冷静 最后决定好吧 那就分手 大S说 曾宝一给小S打过电话 保证他们两个是清白的 阿宝又打电话 阿雅说 如果说是他害得黄子角 跟小S分手的话 他愿意当众跟小姨子下跪 曾宝一跟媒体回应 自己不是第三者 也没有说过要下跪 我没有讲过下跪 分手之后 黄子角也不避讳 曾经爱的刺青 这个东西是一个纪念品吗 你在人生当中 你去海边捡一个贝壳也好 不管它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忆 没有必要说离开海边 就把被迫丢掉 目前这个阶段 还是比较和平的 小S也说分手还是朋友 直到半年后 2001年5月 曾宝一被拍到 连续三晚到黄子角家里 而且一直是穿过暗像 走到后门进入 两人坚称只是朋友 小S不再回应媒体 同年9月份 焦宝再次被拍到同游大阪 这次是恋情 石锤牵手逛街吃饭 在飞机上带同一条毯子 曾宝一在机场还凑过去 想亲房子 叫他马上弹开 落地之后发现狗仔队 曾宝一开心毕业 看来是可以公开恋情了 就此焦宝恋敲定 从2000年中传出绯闻 10月小S黄子角分手 到2011年5月 焦宝过夜被拍 9月同游大阪 黄子角和曾宝一 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定义了 是否劈腿的关键时间点 后面会提到 不过从三人的关系降到冰点 不同排也必谈 对方看来 起码小S是在 以焦宝恋情的 小S一直在必谈这一段感情 直到2014年 献哥上康熙 他提到了 焦宝链接中的小哥哥 中途康永哥 试图把话题带走 问小S怎么问 献哥感情问题 却被反馈女主 但是献哥 还是握着小S的手说 那个时候 他也很心疼小S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 谢谢观看